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邻居说 发生事故的流程有很多血迹 非常多血迹 听到事发的时候求救 然后有很多血在地上 很害怕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后来听到有个太太 在那里猛咬 她说救命啊 你们快点来帮忙 看一看她原来是有个少女 也有你这么高 那就是拿一张床单上的东西 掩着头有很多血在 我听不到她们吵架 其实她们那家人 表面看上来都很和睦 而且她们很友善 很和哀和亲的 有打招呼的 芊山呢?有没有见到她们一起出入? 我不知道,没有 没有见过她们一起出入 她们都是说她们的芊山很高大 我们现在来到现场 警方在大约11点半左右 将贵东楼解封 并同时将散落一地的玻璃垂扫走 现时除了七楼的住户 其他都可以返回大楼 已到双妻女后 男户主怀疑畏罪引火自焚 为什么会对自己妻女下手? 有传男户主沉迷赌博 欠下赌债150万 无力上患被逼走上绝路 起火的位置应该是一个睡房的位置 消防人员在单位找到助燃剂 而火势蔓延的速度也不尋常 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 我们调查过初步 她们的女户主和文蓝户主 是没有任何争执的 这家屋的户主 是没有任何家暴的事情发生过的